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假出外旅行已成為香港人其中一項習慣 近年多數人以自由行的方式到鄰近的地方旅遊 再去遠一些或比較陌生的地方 大多数都会参加旅行团感受二国风情 人称旅游教父的黄士森 是香港创办旅行社组团旅行的先驱 亲力亲为为香港旅客开路 见证着70年代至今香港旅游业的发展 坐飞机外游对于大部分80和90后来说 一点都不陌生 不过在物资频繁的70年代 出发对香港人来说并不普遍 当时若果家中有人远行 家庭成员一定盛装到机场送行 黄士森人称旅游教父 1968年接手他父亲经营的生意 当初公司大概只有10个人 起猜代售船票 后来就专营组织旅行团 见证着香港旅行社和旅行团 几十年来的成长 以前的行程表是有印的 要学习中文打字 中文打字是一粒一粒字粒砌上去 行程就一粒字粒一粒打上去 由自己油印 油印就由白报纸印上去 就是一份行程 黄士森一直亲力亲为 除了为旅客编排行程 亦都会亲自带团 而旅游教父这个名字 就是不断碰钉 日迹月累而得回来的称号 以前是真的要拿这张机票去机场 人家收你这张机票 写着你去哪里 这一帮机 那些都可以写 可以作弊的 我都曾经买了十几张机票 带了十几个人去到机场 机票是写着这帮机走的 但原来去到机场原来 被人家玩了笨 这帮机是没位的 结果我要补头等被人家去 一帮机可以浪费了我几万元 80年代香港人餐云餐食餐餐清 更加不用说说油浮 参加旅行团的人为数亦不多 最初香港的旅行团只会在周末出发 不过旅行团的经营模式 也随着香港经济起飞得到充分的发展 市民富裕起来 再加上香港是1979年 香港政府将法定年价由5日增加至7日 黄士森于自找紧机会 同香港人的心态建立他的旅行社黄国 最早期参加团是 基本上是周末团 自有作目才有一团出发 但利用大我们慢慢做到 星期日都有了 我们也发现星期六星期日结婚的人 很喜欢参加星期一团 结果就推上星期一了 然后我们推出最成功的就是 天天出发了 天天出发就是每一天有团出发 对消费者就很方便 我们也发明的 早机会猛机会 还足7天 香港人早年就很自重 我早点去 就整天没浪费了 夜机回来也都完足了 就是叫做借了 那消费者需要什么呢 我们就供应什么给他 王士深自小热爱旅游 所以不放过机会 营班旅游网除了东南亚 欧洲也会去到一些偏远的地区 每条线都是耕生地踩出来的 有些地方自己没去过 自己都要去踩过 我刚才说过 我是从小就很喜欢 这里到那里去的 对于旅游是一种先天性的热爱 甚至这些田团赚不到钱 但我觉得赚不到钱也不要紧 我自己喜欢这种工作 好似弟哥拓职务 他有兴趣拓 他有没有收入的呢 没有收入都没所谓 他都拓得很开心 做旅游一样 就等于自己一种喜爱 如果没有钱赚 又没有大产 我都觉得自己的旅游知识的增长 就是赚回来的 所谓人有三衰六旺 生意亦都一样 2003年 全球第一宗沙士个案 在香港发现 由于传染性和致命度极高 世卫一度将香港列为受影响地区 旅游业大受影响 黄士森的生意一落千丈 香港是一个高危区 没有人进来 香港也没有出去 因为人家不欢迎我们 整个香港都是死事一个 很危机 整班同事在公司里没有工作 生意惹淡 我们都很忧虑 大约困住了十天八天 电话都不响 没有工作 生意惹淡 大大打击员工的士气 黄士森决定绝地反击 外游旅行团不成团 不过当时不少市民嫌市区病群多 方家就选择交游 黄士森尝试发展本地旅游 结果吸引大批市民报团 甚至试过一天做百多团生意 香港有很多小岛 尼岛 那些地方空气清新 出去交游行也好 那时候我发明了本地游 一推在市场 不是为了赚钱的 使得同事有东西做 而且收费是很便宜的 收费200元 很便宜的 推出来很成功 因为那两三个月虽然亏了钱 一个月亏了六七八万 但是推了这些 就使得那两三个月有得做 有得做 整班同事都很投入 那时候有分组 东南亚的同事就教大陆的同事 大陆的同事 可能是教一些欧洲的同事 同事之中 我们那时候都成千多个员工了 同事之间是互相偏班培训 和做本地游 这两个月三个月过了之后 就另外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了 生意由偷偷不接来 面对旅游业的灰暗时期 黄士森仍然在咬牙关撐下去 不过他经营的旅行社 还未遇到最震撼的事件 2010年8月23日 在菲律宾马尼拉脅持人质事件 21名参加他公司旅行团的团友 在预定回港当日被脅持 震撼全公司 菲律宾马尼拉脅持人质事件 那天发生我在公司 看自电视 因为电视也在直播 看自 枪手 和外界 是挺谈笑风生 没有很平静 而且他一直在这里释放人 释放老和幼 我觉得很平静 应该没什么事 但是责任上 我都派到公司一个姓林的伙企 说Robert 你下去吧 可能没什么事 但你都需要下去 下去看看 看完之后 可能你这班机器 现在下午谈认 你就回来了 怎知道去到晚上 环境就恶劣到不得了 开始枪击事件 开始杀人质 香港政府也介入了这件事 我马上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 副总经理下去 也就跟同事说 你们下去要多些同事 做多些事 事件最后血腥收场 白人遇难身亡 当中包括他公司的领队 那段时间我心情是非常恶劣的 因为南起自己的同事 特别的领队 他都是一个优秀领队 危急之中都有 跟公司沟通 说如何治理 如果不负责任 他去离队 一走了之 他不会牺牲到大 但是他都很盡责 坚持到底 南起他这些 我都非常相信 有几次内部开会 包括追使会 我都 就是 悲到有点 流眼泪 黄士森也都为如懒的领队 尽一些心意 又去信要求特区政府 颁发英勇分章 给身亡的导游 Masa 我私人也都 扑了二十几万 进了一个硬行户口 呼吁 那些人坚钱给这个户口 给什么呢 希望为 Masa 爸爸妈妈 去筹款 而我全世界 跟我生意有来往的朋友 我都逐个逐个打电话 一万就好 八千就好 希望他们 兼备领队 加上社会 我们总之收到五百多万 将这个磚户口 钱已经赚给 Masa的爸爸妈妈 是一件伤心的事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都尽量将它做好一点 面对这些天灾人祸 旅行社在黄士森的领导之下 每每转危危机 跨越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显然出香港人不屈不扭的精神 旅游交付 旅游交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串争议》的导游阿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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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 不带客去买东西 上每一家东西也不带客去买东西 外国 法国 荷兰 澳大利 澳洲 泰国更加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不带客去买东西 只要我們香港的導遊、香港的旅行社做園班 手規矩點 派客去賣東西 不要有假東西 不要逼向的客人去購物 我看香港做園班的 不會倒閉得太重要 至於四十多年來一直專注出口旅遊的黃詩森 就用高爾富球比喻他的人生和他的旅遊事業 只要沉著應戰必定能夠解決 這個人經常把球放在果嶺上 做一條空裝大道 不這個人要是落班卡 要是去長籌 有時候減上添花 有時候就經常在虎山走 即是在驚激上走 但不要緊的 當你在驚激上走 在虎山走 我都偏向虎山走 要有鬥志 和勇敢面對 大家知道我們都經歷過沙士 我們經歷過菲律賓事件 這是不愉快的事 但只要沉著應戰 敢於面對 用自己的智慧 最後都可以把困難解決 帶領公司跨過重重難關 黃詩森在這個時刻 將公司交由他的兒子 Jason管理 他認為旅行社市場 需要不斷活力更新 要應老退下火線 現階段做過旅遊界的老兵 用另一個方式享受外遊的旅程 不過都不忘關心公司 旅遊是富於活力的 是最摩登的事業 明年如果有世界盃 或者明年的奧運會 我們今年就要準備了 這樣的工作 去到五海 到時才做的 年青人速度是快的 還有他們是很有時代感的 類似我這些人 就應該慢慢慢慢推後 過年我去地中海 私私里島 我一去就去十五天 應該有大把時間 太太又有空 她又半退休狀態 我又半退休狀態 我去多些地方看看 看看之後 如果有甚麼意見 告訴Jason 繼承黃詩森旅遊公司的大兒子Jason 自然坐不定 自小已經參加不同的活動 旅遊業性質靈活多變 與他的性格不謀而合 加上在父親的分圖之下 以及曾經修讀過酒店課程 相信能夠掌握市場的變化 譬如單一的國家 以往只是星馬太都可以玩九天 而現在可能比較放鬆 要去一些陽光海灘的地方 只是一些度假的聖地 可以已經留到五天 另外多元化的是一些活動 以往未必有那麼多滑雪 浸溫泉和一些去海島游覽的地方 現在已經加多了很多元素 進入我們的旅行團裡 Jason經營旅行社 都有賴父親刻意安排和栽培 例如黃詩森不時都會相約世界各地的朋友 搞一下聚會 希望子女從他們身上學到更多 從小到大 我們基本上經常要跟爸爸出去 甚至是出機場送機 有時又會叫我們去送機 之餘又怎樣行李 這些基本上不同的旅遊細節的工作 都會安排我們一起去做 所以我不看了 我們在馬歐比丘上去 在Cuzco那邊 又遇到一個五十年一次都沒有的大雪 令到我們困在山上好幾天 這個其實都看到 觀察到其實是 爸爸會是很處變北京 可以立刻去安排很多不同的事情 也知道這一行 原來危機處理很重要 知道怎樣安排團友的 例如食宿 或者之後打候下來的安排 旅遊對黃詩森來說 是增加知識的好方法 所以她經常贊助香港的學生愛遊 希望他們讀萬卷書之外 亦都能夠走萬里路 你是增長了 日後在你工作之中 自然會反映出來 如果你的通識多了 你的適應能力就強了 你日後做什麼都會有幫助的 黃詩森在業界打滾三十幾年 曾經任職黃詩森公司的劉美思 幾乎跟她一樣 她在中五畢業之後加入公司 由西做起慢慢躍升至高層 她說在七八十年代 旅遊業和很多行業一樣 可以打天才波 靠經驗的累積打出一片天 但隨著社會進步 業界對入職者的要求就提高了 因為起碼她入行之前 她讀書的時候 已經讀了基本的知識 我們入行的時候 什麼都不懂 事情都由零開始 當然那個過程 學習過程是長一點 現在他們已經有了基本的知識 的時候 再入行 她那條學習的道路就會短一點 劉美思在職的時候 認為自己理論基礎不足夠 工作了三十幾年之後 終於在黃詩森的鼓勵之下 讀完一個學士學位 令到她在工作上更加得心應手 未讀書 我很多的工作經驗 都是靠石墊得回來 就缺乏理論 我讀了書之後 我發覺理論和石墊一齊 令到我的工作更加得心應手 除此之外 我在工作上更加有系統 在工作檢討方面 更加科學化 以前可能只是靠口講 和單憑經驗 現在可以做一些 預測和計劃 都比較科學化 我覺得理論和實戰加起來 相得一張 在黃詩森眼中 旅遊和知識似乎不能分割 她亦揚言要退而不休 將會繼續做一個老兵 繼續走她的萬里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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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慣風雨 汗透風雲變色 我們天文台做事 以科學為基礎 以服務為目的 以人民生命為第一考慮 人稱黑鷹的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 服務35年 帶領天文台為市民服務 走進國際氣象組織 五台有後 腳步亦從未停下來 經常出席公開活動 宣揚環保 關注氣候變化 請留意下一集 香港白人